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叶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扬言再教育台湾人 澳洲广播公司则报道 中国驻澳洲大使肖谦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言论 而说惩罚主张独立的台湾公民 肖谦八月之间向澳洲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宣誓谈到努力修复跟澳洲的关系 但是在提到台湾问题之后就变调了 肖谦声称中国将使用所有的必要手段收回台湾 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可能会有个过程 让台湾民众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肖谦之后接受新闻跟时事节目访问之后更表示 那些主张从中国大陆完全独立的台湾公民将会受到惩罚 澳洲广播公司认为 以往支持中国政府的一方总认为 中国不会准备使用武力夺取台湾 台湾民众不会面对报复或是惩罚 都是美国华夫炒作的反中宣传 但是肖谦的说法形同中国政府自己猜穿这些论点 如今澳洲民众可以了解到北京真正的意图 台海之间确实可能会爆发战争 澳洲需要讨论跟中国的战争将会如何 就部队人数跟资源 澳洲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战争 先前8月初卢沙耶接受法国电视台直播专放的时候 主持人问道 美国国卿布林肯认为 中国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事情反映过度 代表是对于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军演 卢沙耶则再次重申中方立场 指责美方作为严重违背美国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还表示佩洛西访台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 主持人继续问道 中国展开一系列军业目的为何 卢沙耶则表示 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如果不充分展现出解放军坚决捷卫中国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的意志 将使得美国跟台独分裂势力 实施用切香肠的手段主力让台湾独立 卢沙耶还表示分裂中国并不是台湾人的真实意愿 当局局面是受到台湾当局的反华去中国化宣传所造成的 他还说20年前十多年前 大多数台湾民众都是支持统一的 接着卢沙耶更是语出惊人的表示 如果将来完成两岸统一 中国大陆要进行再教育 相信那时候台湾民众会再度变成爱国者 再度支持统一 对此主持人表示 在胁迫之下进行大规模再教育的行动 好让人民思想正确 是不是因为中国不喜欢反对的声音 不喜欢有人反抗 而对此卢沙耶则避而不答 只表示如果不做出反应 台湾党局将会一步步的达成独立目的 中美在南太平洋角力战持续升级 消息指出 第77届联合国大会将在13号开议 日本、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等五国 目前正在协调在美国纽约举行外长会议 将强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日益增加的外交影响力 综合媒体报导 日本、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等国家 配合联合大会举行期间 将在美国纽约举行外长会议 商议协助太平洋岛国事宜 日美英纽澳在今年6月成立蓝色太平洋伙伴 作为协助太平洋岛国的框架 持续高层级的协商 据了解日本从1997年以来 美三联会邀请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一次 日本跟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 继此深化彼此关系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卫事务高级分析师 葛斯特罗曼表示 今年初中国在太平洋一地区一连串的活动 都对美国在这个具有地缘战略 敏感性跟重要性的区域角力 敲了一记景象 这场峰会也让华府有机会 不仅深化跟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也象征性的反击 所谓美国在该地区 影响力正输给中国的说法 特别是在今年4月 索罗曼群岛跟中方签署秘密的防御协定 迎接美国澳洲等国际的关注 而担心中国借此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5月底初访南太平洋岛国 在斐济跟南太十国举行外长会议 积极经营外交关系 中所协议签署之后 美国金帮展开一连串的外交攻势 接连派出高级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 不过这些种种努力的效果 却依旧受到质疑 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 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辛格顿就表示 从大局来看 拜登政府杂乱无章的交往政策 带来非常少的有意义的成果 举例来说 今年8月 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艇很利好 向索国申请立行入港加油不济 没有获得回应而离开 就令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艇 使配号也遭遇到相同情形 身为大英国前的一份子 奉行女王为国家元首的澳洲 在伊丽莎白二世过世之后 就有在野党政治人物呼吁 澳洲应该跟英国王室脱离关系 真正的实行共和制度 对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由于对英国女王深至的建议 她不会在第一个总理任期之内 举行公投改变为共和制度 而新西兰也提出类似看法 综合媒体报道 澳洲是除了英国之外 还为14个奉行英国君王 为国家元首的政权之一 共和派曾经在1999年举行公投 当年有55%民众选择维持现况 导致公投并未成功 知名的共和派领袖 绿党众议员亚当·德宾 在女王过世之后再次呼吁 澳洲必须向前看 专为真正的共和制度 对此阿尔巴尼斯表示 现在是对女王为澳洲 大英国协以及全世界的服务 展现出感激知情的时刻 在她第一个总理任期之内 她不会举行澳洲 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投 至于新西兰同样作为大英国协成员国之一 总理阿尔登也被问到 新西兰是否会转为共和国的相关议题 阿尔登认为 此议题并没有急迫性 新西兰政府依旧面对许多挑战 是否转为共和制度 事关重大讨论 估计这件事情不会很快的发生 她还说目前新西兰政府 不会采取任何将新西兰政体 转为共和制度的措施 不过阿尔登也指出 她估计新西兰在她有生之年 会转为共和制度 据了解大英国协成员之中 除了澳洲跟英国 还有新西兰 安地卡 巴布亚 巴哈马 贝里斯 加拿大 格瑞纳达 亚买加 巴布亚牛 几内亚 圣克里斯多福 以及黎维斯 圣路西亚 圣文森 以及格瑞纳丁 索罗门群岛 土鲁 土挖鲁 等13个国家 将英国军王奉为元首 接受其委派总督管理 先前疫情期间 新西兰实行严格防疫措施 管制边境 而如今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普及 确诊病例的降低 新西兰总理阿尔登社号宣布 13号开始取消大部分的防疫规定 除了在特定医疗地点之外 政府不再要求民众佩戴口罩 也不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综合媒体报导阿尔登表示 从2月开始确诊病例 住院人数来到新低 新西兰国人疫苗接种情形非常良好 加上抗病毒药物的普及 新西兰有能力向前迈进 此时该是安全展开新的篇章 大部分防疫解禁 加上即将到来的夏天 将有助于经济复苏 而这也是新西兰需要的 阿尔登宣布 明天开始新西兰将迎来 边境全面开放的新里程碑 包含旅客 机组人员疫苗证明 要求将会取消 入境筛检将从强制改为鼓励 国内防疫规定 则免除大部分地区 佩戴口罩的规定 除了部分医疗机构 跟床照中心 还是需要佩戴 新西兰人口大概512万 完成两剂接种的比例 高达90% 染过病毒 而有抗体的人数 也越来越多 因此新西兰政府认为 不需要再强制要求 民众接种疫苗 未来将由雇主业者 自行决定是否要接种疫苗 所有65岁以上的人 或是50岁以上的原住民族群 如果塞检确诊 可以向政府 领取抗病毒药物 另外每天新增确诊 跟住院病例的报告 将改为每个礼拜公布一次 不过据了解 新西兰各界对此反应不一 奥克兰大学流行病学专家 杰克森认为 疫苗接种率提高 可以保护大多数的人 免于中重症 因此放松防疫规定 是有必要的 但是取消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口罩规定 确实危险的 他鼓励民众在密闭空间之内 依旧要佩戴口罩 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人 应该接种加强剂 奥塔哥大学流行病学家 麦克也认为 公共交通应该保留 戴口罩的规定 澳洲反对党绿党 则质疑 政府取消防疫规定 是否已经做好 躺平放弃的打算 并且认为 与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 跟残障人士而言 几乎完全取消长期保护措施 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商界对此则表示欢迎 酒店餐饮业协会表示 这是两年半以来最好的消息 将会对咖啡馆以及餐馆 产生重大影响 商界里送表示 政府相信各地企业来决定 他们将如何限制病毒的传播 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 全球哀悼 女王生前曾经16度造访澳洲 1986年西离地标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重新开幕时 女王曾经寄出一封信到悉尼 和悠查把这封信封存起来 直到2085年才能打开 中产媒体报道 19世纪建造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是澳洲悉尼市中心的地标之一 而就在这里 遗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留给澳洲人一个谜团 一封女王1986年 在伦敦亲手撰写的密封信件 邮寄到悉尼 被封存在维多利亚女王大厦之内的墙壁上面 不过女王对悉尼市长要求 请您在2085年挑选合适的日子 才能打开信件 把我的讯息传递给悉尼市民 如今随着女王过世 这封神秘信函 究竟给悉尼人留下怎样的讯息 引起全球傲奇 在一起同时 来自澳洲北部城市的一名小女孩 奥利维亚 在6月份的时候 寄信给伊丽莎白二世 并且附上自己在变装比赛之中 扮成女王的照片 而近日当这家人听到 女王过世的噩耗之后 他们认为这封回信永远不会到来 不过隔天邮局之院告诉他们 收到一封非常特别的邮件 据了解神秘信件 是来自巴尔莫勒尔城报寄出的 透过女王贴身的侍女 安娜贝尔代比 信中写道 女王非常感谢奥利维亚的来信祝福 得知小女孩也喜欢骑骂 她很感动 并且表示了对这张照片的兴趣 姓末标注的日期是8月25号 也就是女王驾崩前两个礼拜 这名小女孩的母亲 纳利塔表示 收到这么一封特别的信件 让她们觉得悲伤又感动 因为这可能是 女王所撰写的最后一封信 我会给大家看一封特别的信件 我会给大家看一封特别的信件